说起今年让人印象深刻的韩剧 搞笑甜喜剧社内相亲绝对是许多人的首选 剧情情松好笑 却也引人入胜 不知捧红主演安孝谢金氏正 配角金明辉 薛仁亚也因剧中迷人魅力而全粉无数 主演金氏正为偶像团体咕咕等出身 凭着好歌喉为许多剧现唱OST 之后也频繁现身综艺戏剧界 出演的多部戏剧作品也拿下超好口碑级成绩 连续剧《驱魔面馆》就创下历代级收视 又以社内相亲红边海内外 人气超高 向来以甜美形象著称的他 多以衬衫等正装饰人 特别是成名作社内相亲中职场OL装束 更是神职人心 而最近金氏正在个人IG晒出海边度假照 一改往日风格 大秀性感身材 公开的照片中 金氏正对着镜头摆出造型 灿烂的微笑和眨眼 增添了金氏正的可爱魅力 其实 这是他在拍完新戏今日的网慢后 前往泰国度假的游客找 在此之前 在旅游中就曾PO出多张高清素颜照 套到发亮的肤质 完全没瑕疵 让网友果大赞真是青春无敌 在海边穿上冲浪衣的他 全身包紧紧却让曲线毕露 靠身材完全藏不住 一脸素颜穿上裸背泳装 尽身冲浪衣 大碗水上活动 丝毫不介意素颜照曝光 让网友大赞27岁的他 简直是青春无敌 金氏正先前上传一段海边热舞的影片 并写下下雨了 我们挑着舞 只见他穿着泳衣和一男一女 在镜头前扭腰摆吞开心热舞 完全没有偶像包袱 也让人相当好奇 跟他一起热舞的是谁 会不会是安孝县呢 难道十足鸟CP又发糖了 隔天 金氏正又上传海边冲浪照 并写下冲浪日 归功于妈妈的基因 并放上三个人的合照 原来金氏正这次旅行 带着妈妈和哥哥一起同行 三个人站在冲浪板后头 对着镜头 露出迷眼参笑的表情 超级可爱 尤其笑颜如出一辙 好吧 又是咱们CP粉的美好幻想了 不过他们一家人开心的样子 也让网友纷纷称赞 果真是一家人无物 好快乐的一家人 玩得好开心 继续走滑路 看到如今的金氏正 如此的开心的享受生活 还能凭借自己的努力 改善家庭状况 带家人度假 真的非常欣慰了 作为韩裕圈立志代表人物 金氏正一路走来实属不易 今年涉内相亲的爆火 让他一举成名 但在此之前他是一个领取国家补助生活的艺人 去年的这个时候 他正处于组合解散 公司不捧 长期抠角的低谷期 他领政府的救济金时 尝试过一天只花18块 还从不舍得买奢侈品 真的是把抠门发挥到了极致 他曾是前IOI的成员 没错 就是SOMI 琼哈 周杰琼都在的那个IOI 组合中很多成员出身富贵 奢侈品傍身 家庭优渥 而金氏正处了自身实力 那一样都拼不过别人 有人调坦称 拼爹拼妈 金氏正自动退赛 但贫穷 他在整个韩圈都能排得上 好 1996年 金氏正出生于韩国全罗道的一个农村家庭 家里住着一间狭小的平房 一下雨就要担心漏水 但很快 金氏正母女就连住平房的资格都没了 因为她的父母离婚了 母亲独自带着金氏正和哥哥 敢去投奔在首尔的阿姨 自此 金氏正开始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为了供养两个孩子 瘦弱的母亲刷过盘子 做过保洁 送过牛奶 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们只能领旧寄金生活 年幼的金氏正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自此对钱产生了敬畏感 在别的同龄人眼里 钞票象征着零食 玩具和漂亮衣服 但在金氏正宴中 这是一个月的口粮 亦或是他一年的学费 而这种节俭的观念 在他成为大明星之后也没有消失 21岁那年 金氏正登上了韩国最大选秀节目 Produce 101的舞台 最终以第二名高位出道 成为限定女团IOI的成员 在发表出道感言时 金氏正哭着说道 妈妈 哥哥 我们真的是从底层一直生活到现在 以后我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 现在也有很多像我一样 艰难生活着的人们 如果你们能从我身上看到 希望就再好不过了 现在看来 金氏正已经实现了当初的诺言 他真的做到了 不过 现实往往没有那么顺利 总是在你看到前方的亮光时 在给你一个晴天大霹雳 IOI解散后 金氏正加入女团Google 同时还展开solo 以及演技等活动 虽然solo了 但金氏正的演艺事业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除了歌曲滑露出圈外 金氏正主演的学校2017 请让我聆听你的歌 两部作品收拾都一般 抑制他被不少韩媒唱衰 高开低走 毕竟当初是第二名出道的 而第一名是那个家境殷实的Somi 外界的唱衰 并没能击垮金氏正 他总是抓住一切机会 努力提升自我 很快 金氏正就等来了事业转折点 极慢改剧金氏的传闻 金氏的传闻 没有任何大牌艺人出演 剧情也充满热血中二 还和顶楼 结婚作词 离婚作曲壮荡 没想到竟然频频刷新电视台最高收视记录 成为了当年最大黑马 惊奇的传闻播出后 金氏正饰演的都哈娜 赢姿萨爽 酷尽十足 获得了许多人的喜爱 通过惊奇的传闻 金氏正不但演技得到认可 人气也更上一层楼 还收到了许多出演提案 在众多剧本中 金氏正选择了漫画改编的浪漫爱情剧 社内相亲 和惊奇的传闻一样 社内相亲的收视前景并不被看好 却都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 从一脸扑向到大爆 除了剧本精彩有趣外 社内相亲成功的 最大原因就是演员们的化学反应很好 再次应验了那句 男女主有CP改是爱情剧成功的关键要素 剧中金氏正和安孝谢组成的十足鸟CP 也成了今年最火爆的CP 甚至很多人觉得他们的好颗程度 已经超过了真情率选宾和孙一珍 就像选宾遇到孙一珍后 性格发生了明显的改变 安孝谢也不例外 遇到金氏正前 他还是位高度涉恐的害羞慢热男 潜达档李圣经曾公开表示 让他逗笑是世界上最难的事 但在外向开朗的金氏正身旁 他的性格肉眼可见的开朗活泼 拍摄状态也较明显放松开心了 少烟男采访的他变得十分健谈 更有意思的是 他也接帮前辈选宾 变成了安丁丁 不管是发布会 受访华旭等 都是全程紧盯金氏正露出参笑 喜欢的不要太明显 一脸痴汗脸 画面像极了选宾丁孙一珍 金氏正不在身边 单独受访的他 就又回归到那个手脚无处安放的 受控状态了 选宾首次在公共场合表白时 提及孙一珍感谢我最好的搭档 而安孝谢也公开赞美金氏正 她是最佳的搭档 全然不顾以往其他女搭档的想法 戏里的下台CP双向奔赴 戏外的安孝谢和金氏正 则是双向奔赴 两位不管是公开场合 是私下都不掩饰对对方的欣赏 越来越开朗的安孝谢 在花絮里更是变身情话 波尔开聊金氏正 让人在拍游乐场玩耍花絮时 当金氏正指着发姑问 欧巴是喜欢搞笑的 还是可爱的时 他竟然说出了 我喜欢你喜欢的这样的话 让人想不磕都很难 金氏正也很懂得反馈 在隔离期的第二天 就在个人社交平台上 晒出了开拍前安孝谢送的书 一本有关心理健康成长的 名为被讨厌的勇气的书籍 还碎碎念叨一天就读完了 我为什么才读呢 如果说社交平台上的互动 是售后营业的话 那台吻戏时 亲到停不下来呢 之前下台CP的两端吻戏释出 不同于正片里点到极致的吻戏 华絮里的两位亲到难分难舍 最后还是导演汉话 你们两个分开点 已经亲了很多了 能亲的都亲了 两位才笑着停止 华絮里 有三段情景是剧本没有的 第一个是金氏正在亲吻时流下了眼泪 第二个是安孝谢很自然地 擦干了金氏正脸上的泪 第三个就是两位亲吻对视后 直接拥抱在了一起 一段吻戏三个即兴发挥 让屏幕外的观众冒起了粉红泡泡 纷纷直呼太好磕了 不是真情流露是神马 原以为再也没有 比玄冰和孙艺珍更好磕的CP了 直到我看到安孝谢和金氏正 这两位真是把我久违的科堂DNA给撩拨起来了 不知道两人是否会像选宾孙艺珍那样 引起结缘呢 这次泰国旅游 是正带着自己的家人 看起来很愉快 这个困苦的家庭 现在随着氏正的走红也变得好了起来 对于父母来说 现在应该操心的就是欧尼的终身大事了 毕竟金氏正也27岁了 想必欧尼的妈妈和弟弟也看了这部设内相亲 在旅游途中 一家人会不会谈论这对CP呢 不过这也只是我们的猜测 感觉金氏正欧尼本人 现在的重心放在事业上 如果可以继续在流媒体巨头奈飞的类型剧里 稳扎稳打 成为新一代流媒体爆款女王似乎就在眼前 同时也期待金氏正的新剧 今日的网曼能早日与大家见面